我先和Thomas聊聊大市 昨天上午是黑語 只有半日市 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 恆子先升後回 隔晚美股是個別發展 納子再破頂 你如何預計今天? 今天是期止結算日 恆子的走勢你預計會怎樣? 今天來講,傾向稍微理好 但暫時去看 未必會升幅很多 我自己看7月份 利好的機會比較大 大戶今天 仍在部署7月的倉位 所以升勢未必是那麼強 事實上5月尾 我自己看期止的成交分佈 大概在29,000點以下 附近的位置 都已經傾向好倉的暫結 如果今天 可能收到期結 在29,400點附近的位置 相對上大戶 免數都可以賺到500點左右 所以暫時去看期止 可能會在29,400點附近的位置做結算 至於恆子來說 會稍微比期止高稅 可能會預計在29,500點附近的位置 對 對 對 Vielen Dank.